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2日 南特南党胜一天来袭 周日凌晨 2021-22赛季伐甲莫伦同时开打 其中南特将主场迎来胜一天的挑战 两队金记的遭遇与上季几乎对调 胜一天由于近期的自暴自弃 导致如今排名倒数第二面临直接降班的危机 不过他们今仗只要击败无欲无求的南特 球队命运或会被改写 南特上季也是法甲降班热门之一 好在他们在季伟大发神威 最后五轮赢足四场 结果排名第18位逃过直接降班的厄运 而且在后来进行的户籍附加赛中 胜出才能继续亮相法甲赛场 大难不死的南特金记也算是苦尽甘来 球队金记从未踏入降班区 而且无论金账结果如何 球队都将最终排名阀甲中游位置 不过南特金记的头号射手难度 高路梅安妮已经遭遇了六轮的入球荒 在球队金账并无太大赢球欲望的大环境下 他经济的联赛入球数恐怕将要定格在12个 网季方面 南特近六次对阵胜一天战绩为二胜三合一赴 不过当中三次主场出击都无法获胜 包括唯一一次输球也是在主场发生 另外 由于南特上季也是参加过降班附加赛的队伍 他们当然深知胜一天当前的处境与心情 况且球队如今又无欲无求 失忆面对抢分心切的胜一天 不妨看好南特成人之美 胜一天近期状态其差 近五轮联赛只收获到可怜的一分 球队金记最终降班的话也是咎由自取 胜一天上季还能排名法甲中游 但是金记将要面临降班的厄运 他们金账只要输球就会直接降班 就算获胜也要看梅斯与胜一天同击31分 却因竞胜球优势排在前面的面色 球队命运未能掌控在自己手中 不过 梅斯本轮对手乃法甲班霸巴黎胜日门 他们在排面上失分机会颇大 因此胜一天金账只要全取三分就依然很有希望 避免直接降班 球员战役不可畏不高 胜一天两名主力射手丹尼斯 保安加和华比卡斯里在进攻端也算交足功课 他们联赛至今合力贡献19球 其中丹尼斯保安加甚至在两战巴黎圣日门当中均能破门 其实圣一天此番出征也并非没有机会 要知道 南特进十轮联赛均有失球 而且进五轮场均失2.4球之多 如此不设防护者会为圣一天 是一代走三分提供最大的方便 阵容方面 后卫查理斯 泰奥利因商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